大家好 我是邱惠斯 美美校有位理事長 我現在還在開業 不過每年都放下工作 特地回來高一母校參加校慶 大概過幾十年了 本來來參加學校的母親 母校的生日應該是很高興的心情 但是大家看得出來 事實上是心情很沉重 我現在馬上回應一下 剛才校長提到的黑箱校長的事情 因為今天早上 我也是有份參加呼喊口號 說是黑箱校長的一份子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事實上 我們是反對董事會黑箱作業 因為我們覺得說 假如說你是可以公開透明的選出來 民選委員是每一個代表 比如說 校友代表是我們校友會推出來的 老師代表 教室代表是教室推出來的 那各方面推出來代表選你出來 你就可以不用受到董事會的限制 你就可以很放心的去做我們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覺得這樣子 對你是有 應該是對你是更好的 所以我們不是說 怪你是黑箱 我們不是說 董事會這樣的選擇是黑箱的作用 大家好 我是曾晨慧師醫師 市立高雄醫學大學 北美校友會的理事長 今天我跟很多校友 特地從美國遠到回來高雄 參加母校64週年的校慶 照理說 學校的生日 應該是大家很開開心心 高高興興的 但是事實上我們是心情很沉重 在美國 很多市立大學辦得比公益大學還要好 很多諾貝爾得獎主或者社會精英 跟政治領袖 他們都是從市立大學訓練出來的 市立大學的創意 有他的時空背景跟社會需要 主要的資源是靠校友跟社會大眾的權限 董事會的成立主要是 尋找一個好的校長 監督管理團隊 還有更重要的就是幫助募款 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國紐約大學 今年八月的時候 紐約大學的董事長 他帶頭捐獻了兩億美金 連同其他很多的捐獻 一起成立了一個基金會 這個基金會主要是支付學生的學費 所以從今年開始 美國紐約大學醫學院 他的醫學生不必繳學費 學生畢業以後 因為沒有學貸的壓力 不用急著賺錢 所以他們可以選擇他們喜歡的科目 他們可以實現他們行醫幫助人的心願 回過頭來看台灣 就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因為 私立高雄醫學大學 是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 是杜聰明博士 他所創立的第一所醫學大學 也是高雄的第一間大專院校 這個是一個歷史的紀錄 也是我們南部人 高雄人的光榮跟驕傲 很可惜的是 杜聰明博士在創校幾年之後 因為跟董事會的紛爭 所以他被迫離開 那陳啟川董事長在掌權以後 就把學校當成他的私人財產來經營 學校的收入靠學費 還有政府的補助 成家沒有在任何捐獻 他也沒有利用校友的力量 社會大眾精英 也因為這個是變成私財 而沒有付出關心或者是任何資源 長期下來因為缺少資源 學校沒有辦法請到最好的師資 或者留下最好的人才 所以這樣子對學校是很大的影響 高一早期畢業的校友 很多都到美國留學 進修或者定居 我們在美國看到 同樣勢力大學 因為制度的不一樣 在美國因為是公共財 受到大家的捐獻跟保護 所以可以發揚光大 做得那麼好 但是相反的 在台灣 本來應該是一個公共財 受到大家的保護 大家的愛護 大家的支持 就是因為某些人的私心 把他變成自己家的財產 所以社會大眾沒有辦法接受 校友也沒有辦法接受 我們看到這個情形實在是很心痛 很痛心 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身上穿的衣服 這個是 今年蔡英文總統來洛杉磯訪問的時候 我們校友大家穿著的衣服 很可惜的 他的保安人員沒有讓我們見到蔡總統 事實上我們大家都是醫護人員 我們手無寸鐵 我們不會傷害總統 我們也不是反政府 我們只是要向蔡總統抗議 因為台灣的私校法 允許市立大學的董事會 市立大學的董事們 他們可以自己選自己 而且沒有任期 可以一直坐下去 還傳給子孫 一個沒有才能 沒有醫學背景 也沒有教育背景 沒有教育理念的人 可以當上醫學大學的董事長 由他來控制 醫學大學的校長 跟副社醫院的院長 他們可以為首欲為 不受控制 圖利自己 這個事情實在是太可怕了 台灣有很好的民主 但是也需要進步的法律來保護大多數人民 請大家重視私校法對教育造成的傷害 催促你的立法委員 修改修正私校法 這樣子就可以解決我們高一的困境 也可以解決全台灣各市立大學的困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